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是7月27日星期三 大家好 我是雨琳 我在新加坡 今天雨琳我們跟大家談關於佩洛西訪台 佩洛西叫佩婆 對吧 然後有一個蓬佩奧佩供機動 是 是 我在推特上面就看到蓬佩奧發了一個推 那我就跟了一個推 就是說她看佩洛西要到台灣去 哇 她就很興奮說帶我一起去 我也要去 那我就罵了她一下 說她怎麼變成軟體動物 那結果有人跟推來跟我說這是她的急降法 什麼 川普 那個張學你覺得她是不是急降法 我們就是今天第二個話題就是要談一下這個 對 我們來聊一下這個 現在是等於說呢 佩洛西不叫佩婆嗎 那蓬佩奧叫佩公 就是佩洛要訪台 佩公湊熱了 首先我們看大家各種說法都有 而且對佩婆訪台 美國就是現在目前國會內部有支持的 有反對的 而且比如在同樣一個黨內部 共和黨有支持有反對的 民主黨也有支持有反對 那到底怎麼看這個問題 當然這個事與華人肯定有關係了 華人更加關心了對不對 那怎麼看這個問題 我們看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佩婆訪台 她到底為了什麼訪台 她的目的是什麼 第二呢 就是說為什麼佩公操熱了 那第三一個就是說 她到底應不應該訪台 所以這幾個問題我們給她看一看 首先呢 大家看一看 我先 大家咱俩都可以說 我先說 我覺得她第一個 她的第一個目的是什麼 就是轉移目標 現在民主黨包括她本人 包括白宮做的 簡直是在美國糟糕的 業績糟糕的不得了 那麼這樣的話呢 她轉移目標 讓大家關注在同仇敵愷 去保衛台灣 反對中共 把大家引到這上面來 那在中期選舉中就可以淡化 民主黨對民主黨的抱怨了 另外呢 你知道 比如說今天有一個非常壞的消息 Joe Manchin和那個 就是那個 Joe Biden 這兩個人呢 不是Joe Biden 跟那個Sumer 他們兩個達成了協議 就你知道民主黨在這個 因為他的什麼胡論的花費啊 造成了今天美國通貨膨脹 完他還要繼續花錢 而他花錢就要超過半數 他要超過半數就必須得民主黨全票通過 那其中唯一的一個障礙就是Joe Manchin 就是西弗吉尼亞那個民主黨人 那Joe Manchin一直不同意 一直拔著 但是現在呢 他們好像妥協了 他們達成這種協議 就是他們還有更多的要坑害美國的 但是呢 他為了讓你轉移目標 你呢第一呢 就是以前的 幹的壞事你就不要太看了 第二我以後要幹的壞事呢 我一定要順利通過 所以他為了這個目的 轉移目標 這是我覺得佩洛西訪台的一個重要目標 對 非常非常的同意 還有一個呢就是 反共呢 時不時可以拿出來立一下牌坊 因為你一反共 很多人就 真的是忘記你一切所做過的壞事 反共就是英雄 反共就是英雄 所以必要時又把反共這塊牌坊 拿出來亮一下 曬一下 顯示自己還是很高尚 比我們依然是好人 所以選民繼續選我們呢 繼續支持我們呢 對 也是這個 沒錯完全同意的 那麼 因為 剛才你說的就非常對 在美國左右政治的這樣的一個大環境下 兩黨最容易達成一致的話題 就是反對中共警惕中國威脅 所以這個的確是這樣的 那另外第三一個目的我覺得是什麽呢 是與拜登和佩洛西他們私人家族有關系 因為這些家族呢在中國都有利益 他們跟中共這邊的關係 中國政府的關係什麽樣 已經深無敵 而拜登已經徹底敗露 由於他那個敗家兒子 對不對 他已經徹底敗露了 佩洛西到底有多深 他老公喝點酒撞個人什麽的 他也不是那麽蠢的 所以說呢 他也是為了掩蓋個人與中共的利益關係 對 用訪問台灣可以說是小媽大幫忙 你看我反 我可以 你看我居然反共到訪問台灣 訪問個台灣 什麽叫反共啊 對不對 你能夠像川普一樣 我把關稅加高 對吧 我砍斷中國的技術來源 我拒絕這個我 我想方釋放不讓這個科技公司 跟中國合作 想方釋放堵住這個華爾街的錢 不讓他流向中國 這才叫真正反共 你做的一樣沒有 一樣的沒做 反正從中國拿了幾千萬 這個幹這種事啊 跟中國這邊沆瀣一氣 然後呢 在這種情況下 鬧了一次 我訪台 那不就打消大家怨氣嗎 所以 而且還有一個 這個 他這種小媽大幫忙呢 中國這邊 也是需要的 嗯 對吧 你想想 中國他自己是湊大街了 他也不是不知道 所以你罵我一下 我就配合跟你一起演戲 掩蓋我們繼續要合作做的壞事 那讓大家感覺到民主黨 佩洛西這種人還是反共的 那我們就更加順利可以跟他們勾結 一起出賣美國 一起損害美國的利益 所以中國很高興配合演戲啊 而且你知道嗎 你說的太對了 就是 他現在配合演戲 還真的有現實的需要 為什麼 你看現在 就是這一年半 拜登已經做的 和要做的有什麼事情 正在談的跟習近平要通電話 準備取消川普加的關稅 對不對 嗯 華為的調查也放棄了 孟晚舟也回去了 對不對 FBI原來調查什麼 美國的學者 什麼這個科研部門跟中國這邊的 這個 這在美國版的里通外國 現在 也放也也停停下來了 而且你說前段時間 就前前幾天 Charles Schumer那個眾院的那個 多數的 他不叫議長 他應該叫 眾院多數黨領袖 他呢 悄悄的把這個 有一個法案中間 限制往 就高科技電子這方面 限制往中國投資的這個法律 悄悄給取消了 後來被 被發現 你說他們 這些人 你 你跟中共這邊沒好處 說幾實話 我的鬼都不相信 所以呢 他們真的有這個需要 你做一個訪台 我都懷疑這個訪台 搞得轟轟烈烈烈 是兩邊合作做的 很有可能 中共的那種卑鄙 他們的演戲 他們的這種虛晃一招 這個是他們最拿手的啦 所以兩邊 兩邊這樣子來演一台戲 給大家看 這是很正常 而且你看到民主黨 他們口頭上 明面上是反動啊 支持民運啊什麼的 但是他們做的事情 全部都是對共產黨 絕對有利的 川普就不一樣啊 習近平是我的好朋友 但是呢 一面說是好朋友 一面搞關稅啊 什麼都把中國給掐死了 真的是 把這個好朋友 折騰的生不如死 所以這個佩婆 她的訪台 肯定目的是絕對 我絕對對她是零信任啊 而且你看 從民主黨的歷史來看 從克林頓開始 所有的這種 我們以前不是做過那個 所有的這些民主黨的政客 一直都是勾結 勾結共產黨的 所以演什麼呀 問題是這麼多人 哇現在是非常的興奮啊 你知道 還有一個目的 咱們假設就是說 佩洛西也好 Charles Schumer也好 拜登也好 他們跟 他們沒有接受中共的好處 咱們假設 假設 假設 假設成立 已經是有的 絕對是有的 咱們假設他沒有 但是呢 他們的民主黨的金主是誰 主要的 矽谷的高科技公司 科技公司 和華爾街的金融機構 對不對 這些人跟中共什麼關係 就跟你今天說的那個 咱們說的那個 咱們講的那個 他們跟中共的關係是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你農我 對不對 一起發農 對不對 這 這 你想想他們 反共 他們什麼 就反華 阻止中國 全都是說說而已 跟彭斯說的什麼 我們要把所有不合格選票 全拿出來 對吧 對 全從這個選報現在拿出來 放進正式的計票袋裡去 所以 對 真的是嘴巴說的 比什麼都好聽 做的勾當 比什麼都 齁 但是張巡 我現在要問一個問題 我們 即使他的動機 再怎麼不存 再怎麼不好 OK 那麼做出來的行動 還是有好有不好的 那佩羅希 應不應該訪談呢 對 這個問題我覺得也值得 談一下 就像你說的 他這些 他其實他的目的 他的可能很壞 但他做的事情客觀有好處呢 對不對 現在支持他 訪台的 很多 現在看了越來越多的人 這個議員支持他 說我們不能向中共屈服 而且支持他中間共和黨的比例特別高 反對他說什麼呢 哎 我們不要棄计中共了 對不對 不能刺激他們 那 其實你要想回答這個問題 你就要想另外一個問題 啊 中國政府會不會因為一個美國領導人 哪怕是美國總統訪問台灣而動武 甚至去攻台解放台灣 所謂的啊 code on code 會嗎 牛津貴 Newt Gingrich 1994年他當時的職位跟現在佩羅希 一樣也是這個議長啊 他當時就訪他訪問台灣了 哦 打起來了嗎 哦 而且今天的大環境說起實話 更加支持訪台啊 更加支持台灣奴隸啊 這種情況下 你想想 所以不會因此而動武 那麼OK 我想到從另外一個方面來看 如果本身中國真的是要動武的 要解放台灣的 那如果是這個佩勞泰去 他就不去訪台了 那難道就不動武了嗎 就是他的訪台和訪台跟他動武不動武 難道真的有這麼大的關係嗎 呃 對 就是你知道從美國這邊怎麼講哈 有些人認為 你看咱們這個老朋友這個引火蟲說 呃 他們想製造烏克蘭第二 呃 怎麼說哈 呃 我覺得 這種可能性不是很大 因為 呃 這就很多 右派就說 這個佩洛西訪台啊 就是為了看美國亂得不夠 呃 我覺得他現在已經焦頭爛額了 他不想再添這麼一次亂 他 更多的是想著轉移目標 他還要奪權嗎 他不能做得太 比如說你現在舉個例子 你開始說 defend the police 說要給警察這個 減少經費 結果 罪犯刺激 結果拜登不得不出來說什麼 我們現在要給警察增加費用 吧 他也不得不這樣做 所以這種情況在目前美國這個環境下呢 他不太可能說是我就要把 搞成一個烏克蘭第二把美國的引火燒身 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就是我要猜一句就是 中國跟普京是不一樣的啊 因為他們跟普京和他們跟 就是說民主黨啊 跟普京和民主黨跟中共的關係 絕對是不一樣的 對 民主黨跟中共是睡在一起的 是穿同一條底褲的 對 那另外呢我們看中國方面 中國方面就剛才我回到我剛才的問題 會不會因為一個美國一個領導人訪台 他就去打去 中共很邪惡 沒錯 但中共一點不傻 你看他做這種重大決策的時候 他都有一個規律你知道 我覺得他應該至少滿足兩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是什麼 他就這個事情我做了以後 對我自身權力影響怎麼樣 特別是習近平這個朝代 比如說上海方城 上海方城明顯是屬於坑爹 這個害媽的啊 這屬於簡直就是讓大家 明目瞭上沒有一樣好處 為什麼這樣做 大家可以看我和小夏 在上個月做的那個 從上海封城到俄乌戰爭 習近平的毛澤東路 毛澤東夢 這個視頻你看你 我們分析 習近平為什麼他要怎麼做呢 他就是一個權力的邏輯 他是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 為了把那個上行下達的這個權力 他的管理體系還能夠 在目前這個經濟很發達時代 還能夠繼續保持住 這樣的話對他的權力重要 權力邏輯很簡單 權力沒了 我要其他幹什麼 對吧 所以呢 這是他第一點 他一定要看自身 對自身權力影響 其次 在保證自己權力的情況下 他看 這件事對我統治者 甚至對這個國家 中國 甚至對這個國家 老百姓有沒有有利 有利我做 沒利不做 他第一 他為了鼓募自己的統治 他還是要增強國力的 他還是要擴大自己的好的形象 增強影響力的 那麼這件事 他要如果兩件事 大家其他條件一樣 一個讓老百姓抱怨 一個讓老百姓稱讚 他肯定要做那稱讚的事 對吧 這不傻嗎 對不對 他是一個趨利行為 也不是說我們讚美他 對吧 那麼所以呢 那如果有民眾的知識 有民心向著你啊 那他統治力會更強啊 對不對 所以他一定會想到這兩個條件 那麼回合了我們看 今天佩洛西訪台啊 他訪了台灣 對他的權力有什麼影響啊 對吧 嗯 基本沒有什麼影響 如果有影響 我覺得是什麼呢 讓他大好幾聲 你看沒有 我們美國這個 亡我之心不死 干涉中國內政 他們將會一切什麼 後果由他們承擔 唉 還能夠對他們股公權力有利啊 有利有利 絕對是有利 他可以提高的凝聚力嘛 當然這個凝聚力也是 也都是空耗 我覺得也不會有太本質的區別 嗯 他至少沒有外出 小粉紅 小粉紅會更加 更加團結 更加愛國 對 另外一個他對訪台 他對什麼經濟啊 對中國的國力 有影響嗎 這個都是常見的 比如全球化有影響 對吧 他把你這個那個世界衛生主 組織的頭 譚德塞買了有影響 把你這個拜登 整個家族買了有影響 他訪一次才有什麼影響 他還不如私下做個交易 讓那個佩洛西的老公 多賺點錢 那是有影響 對不對 所以呢也沒有 這次反台反 反台本身對經濟和國力 沒有任何影響 那 兩個都沒有影響 他能引發任何軍事行動 甚至攻台嗎 怎麼可能啊 他吃飽撐啊 對不對 這個你想想 攻打台灣這個事 可能可以說是什麼呢 對中共來說是最大的 可能這個世界 一個世界都碰不到一次的 最大的一個決策 他就因為一個破羅 西訪台 他就決定了 攻還是不攻啊 對不對 但是張學 我聽到有一些很聰明的人 在他們的智商高過中南海 做決策的人 所以他們就會問 哇 可能裡面 中共裡面有不同的派系 為了權力鬥爭 而擅自做主 要攻打台灣 就趁佩洛西的這個機會 就給了他們帶到機會 攻打台灣 打擊習近平 哇 好厲害 有沒有這個可能性 這個 這個也是什麼 我跟你說 看歷史看多了 但是什麼呢 看完了以後不消化啊 你知道武漢病毒當時呢 我就判斷武漢病毒 首先一個 這個病毒 來自於實驗室的可能性 是非常大的 因為當時的 他的病毒 現在匹配的那個 那個病株啊 是來自於900公里以外的 蝙蝠的那個 那個中華局 什麼中華什麼什麼服 他的那個 他那個 他自己攜帶的病毒 但是呢 相隔900公里怎麼來 他一定是從實驗室 抓來以後呢 但是他泄漏肯定是不小 一種泄漏 他不可能有意的 呃 在這個九省通渠的 這麼一個中心啊 我要殺死美國人 我要害美國人 然後呢 我就在我們自己的國家 中期放毒了 有病了 不是嗎 對不對 所以呢 當時也有人問這個問題 哎 有沒有可能是中共的一個派系 為了反對習近平製造動亂 他來幹這個事呢 說這個事的人呢 或者你是像什麼那種 我講的那種那個陰謀論 聽說書的那些人啊 或者你真的是不太了解中共了 對吧 你以為中共啊 中中國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 中國人民解放軍 是發動九一八政變的 這個事變的啊 駐屯的那個東北的東北 那個關東軍嗎 對 根本就不是 就是在中國整個上上下下 是少數服從多數 全黨服從中央 中央服從領袖 不可能有去日本軍人那種以下犯上 中國以下犯上發生什麼事啊 自己老婆被什麼被害了 什麼家庭家鄉被害了 一個軍人跑天文廣場 那是20年以前多少錢 出發那事兒 以政治為目的 以改變江山為目的 沒有可能出這個事情 只能是自上而下的服從 所以說呢 沒這種可能性 這次已經在宮廷系看多了 太高估 太高估中國人了 他不了解這種政治體系 對 但是問題啊 就是說 一講到這些呢 媒體啊 自媒體啊 就熱熱鬧鬧了 因為大家都愛聽 大家都喜歡看這種表面的劇情 看宮廷系 就跟看宮廷系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呢 還有有專家就來分析來分析去 因為台灣問題啊 而且一向來都是一個熱點 不管是中國大陸的台灣人 還有美國人 或者美國的華人呢 都有不同的關注點 對台灣都有關注啊 有些人是出於正義感 有些人是家國情懷 有些人是統一大夢 總之呢 就是一講到這個 就哇 就熱鬧一片 那我個人的觀點 那當然我們現在也在做評論啊 但是我相信我們的評論是跟別人 真的是不一樣的 那我所看到的 我自己的觀點 Nancy Pelosi 她是一個多麼邪惡的老太婆啊 你看看她是怎麼對付川普的 川普在任的四年裡面 她是怎麼對待她的 搞到那個時候搞到停擺 政府停擺嘛 說川普真的是困在白宮裡面 其實裡面都是佩洛西在做很多的手腳 那麼大選舞弊啊 佩洛西也是一把鈔瓷 那麼還有呢 她1月6號的調查委員會 也是她一手在那裡挑選 人手一選一手在弄 她自己的丈夫兒子勾結中共 跟中共做生意 丈夫犯罪也可以啊 逃之夭夭 她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損害美國利益的 而且呢不遗余力的去打擊美國的愛國者 這樣一個邪惡的人 你指望他可以去幫助台灣 那所以我就覺得現在的人呢 是沒有什麼善惡的判斷的 只求好處 如果得不到好處呢 打打積雪也好 而且我也感慨就是說 權力真的是一個好東西 就是當一個人不管他再怎麼樣邪惡 再怎麼樣愚蠢做盡了壞事 但是只要他還坐在這個權力的寶座上面呢 大家還是會膜拜權力而膜拜他指望他 你想想這個佩羅西啊 他的這個樣子你看他的眉毛已經被拉到 快要到額頭上面去了整天瞪著一個眼 老到而且他的眼珠子 眼珠子啊葡萄干 眼珠子隨時好像要掉下來的樣子 然後講話是講不清楚的就是 這樣子講話的這樣一個老太婆 哇一去台灣大家就當做一件大事情了 還有啊我看到台灣為了佩羅西訪台 在做準備做戰爭準備啊 要怎麼樣逃到那個有轟炸的話 要怎麼樣 我看了我真的覺得太滑稽了 所以台灣真的是 台灣這些人要麽呢就跟了洪佐 已經被中共買通去了 在嚮往大陸回歸祖國的懷抱 要麽呢就跟著白佐走 搞什麽同性戀合法化啦 抱著民主黨大腿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啊 台灣還有沒有真正敬畏上帝的人 我的意思就是基督徒肯定有 但是有影響力的在政治在媒體裡面有影響力 而真正是敬畏上帝有正義感 正直清醒有智慧的人 到底有沒有 到底有沒有我不知道欸 我看台灣就是要麽紅左要麽白左 就是在那裡瞎鬧 真的很可憐 真的很可憐的 所以現在而且你看這個佩羅西啊 把他那麼當一回事 他一面是他在支持民運 但是另外一方面他是勾結中共 你們不是啊討厭中共嗎 但是你們卻歡迎這個勾結中共的老太太 這個老太太連美國利益 自己的美國利益都要出賣 難道他真的會幫助你們台灣 他不會出賣你們台灣嗎 我覺得彎彎啊 你們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麽啊 以前有一句話叫做 什麼彎彎回來吧 我真的要跟你們說 中國的應該是央視有一個女主持人說 彎彎回來祖國的懷抱吧 我真的要跟他們說彎彎回歸上帝的懷抱吧 你們應該做的是悔改回歸真理 要不然真的是一直在愚蠢裡面打賺呢 哇雨林你連台灣這邊都給他上了課了 那個對我們那我們現在回過頭來就講 佩婆我們講完了把佩婆扒得夠清楚了 特別你最後這一段 那我們來扒一扒佩弓 因為這個對於佩婆的這個態度啊 實際上也決定了也是讓大家更加看清佩弓是個什麽人 就是蓬佩奧了啊 因為很多人都非常佩服啊 這個佩公 佩 那這次佩洛西佩洛西訪台呢 這個人是不是嘴現在有點調了 得了很多美國政客的支持 特別是共和黨支持他的人啊 特別大 真的很有意思 共和黨的政客支持佩洛西這個左棍特別大 而反對他的卻是什麼呢 軍方的人對他們反對很強烈 軍方的說 哦 哦 你應該猜出來 說是因為美國現在的軍方 都急著在忙著在土子加油啊 學穿高跟鞋啊 都在搞LGBT 搞變性啊 變成洋炮 就不敢打仗了 所以就反對咯 哦 不要不要 煩我們 我們要搞LGBTQ啊 我們要進步 所以呢 不要不要來煩我們 所以是不是就不支持他們 那你覺得到底不應該支持呢 首先一個哈 我覺得佩洛西訪台 我是支持的 哦 excuse me 怎麼了嗎 沒有問題 你讓我給你分析啊 你贊成葡萄干訪台 葡萄干訪台嘛對不對 挺好的 最好就像葡萄干一樣 送過那邊就被 就被吃了 啊 誰要 費點燃油 我們納船出點燃油 他總比給烏克蘭送武器好吧 對不對 一億都上 兩方說幾百億了 所以呢 沒關係啊 另外呢 還有人說什麼 說這次啊 說中共要把佩洛西所做的 飛機給打下來 而且說以前北韓也打過南韓的飛機啊 我說打吧不更好嗎 對不對 那就像佩洛西雙城變單城了 不回來了不利歌利民嗎 對不對 所以 我覺得就是我 不是 咱們說那個事我覺得不可能打了 但是我是覺得什麼呢 最好是佩洛西買個單程機票 當然他不用買我給他出個單程機票 如果他能夠在台灣不回來的話 我跟你說啊 他整個他的機票包括他老公機票我全包了 真的沒有什麼 所以呢 所以這種意義上說我支持訪台 訪去吧 對不對 但是訪台 你看咱們說的 你看他的目的是什麼 他訪台會起什麼作用 所以訪台什麼意義不大 嫌疑很大 我可以這麼說 哦 意義不大 嫌疑很大 嗯OK 那我們就真的 其實我們剛才已經說了這些嫌疑啊 他的動機啊 就不用再重複了 那我們來說說這個配工是嗎 其實我覺得是配書啦 因為他還比他比佩婆還年輕很多 那蓬佩奧他到底為什麼發推 他是真的是在激佩婆呢 還是在哄氣啊諷刺佩婆呢 到底他為什麼突然之間發這樣一個推呢 你看啊 我們覺得佩婆訪台是意義不大 嫌疑很大 對不對 嗯嗯嗯 佩弓呢 他認為 我是這麼分析 我覺得他他他他真的認為意義很大啊 你知道他已經把自己的生命獻給了反共的偉大事業 所以凡是對抗中國的啊 凡是打擊中共 他認為打擊中共都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啊 所以對抗就有意義 這是他一貫思維 你想他只要是提到中國 反中國 反中共 那他一定是非常興奮啊 這是肯定的啊 呃這個我覺得沒問題 我也支持他 但問題你要判斷是真反假反 你要判斷有多大意義 有有多大影響啊 所以呢他自己呢就一聽這個哎呦反共的事好事啊 不嫌事大對不對 你去不去 你不去我去 對吧 跟那個叫上吧 沒有他是說 你去我就去 讓我想到Titanic上面 You jump I jump 好浪漫啊 還有還有我們啊 嚴肅一點 還有就是他很有可能想要參選2024的總統選舉 是嗎 是不是想要借機也就是說 給自己爭取一下加分啊 有這個加分的機會 沒錯沒錯我完全同意 這種事情呢 而且是他的擅長嘛 他確實在川普期間 國際事務處理的不錯 所以迎來了很多很多華人對他的膜拜 那麼所以呢 呃這點他這個事情他不利用 肯定那是舍他欺水啊對不對 他講一句話沒錯 呃另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 他為什麼他這次非常積極的參與 他激動起來了 肯定余茂春頓在後面怂恿他 哦 哦那個支持郭文貴的那個余茂春啊 就是什麼呢 就是這樣啊 中國的事情 蓬佩奧聽誰的 他聽那個 聽那個 哦那個支持郭文貴的余茂春 余茂春代表誰 他為什麼支持郭文貴 他代表民運呢 他就完全是民運六四的思維嘛對不對 民運最希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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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事情是什麼 就郭文貴講 滅共啊 對滅共啊 就是滅共啊對不對 所以說呢整個美國你真正看說蓬佩奧不嫌事大 真不嫌事大的就是民運 他一聽這事激動起來 那太太激動了啊 那幹他一家伙呀 為什麼不呢對不對 那還有一個因素 民運和這個佩婆的關係那是屬於這個這個叫母子雨水情啊 你知道民運在美國生老病死這麼多年誰給的錢呢 佩洛西給的錢呢 哦 所以為什麼他們民運跟民主黨的關係非常好非常有感情 佩婆在他們就有有錢花啊 所以你想佩婆要訪台民運能不支持嗎 哦 所以這事真的跟佩公沒啥關係 人人家民運激動是為佩婆的勇敢之舉激動 跟佩公啥關係沒有 你像什麼那些什麼 我就不說那些名字了 那都是支持拜登的啊 都是這個支持佩洛西的 所以呢 沒啥關係 哎 那實際 但是從這件事上啊 我提醒大家哈 你再想一下 你就看出蓬佩奧他的境界來了啊 你想想 他對拜登這種收受數千萬賄賂 而且是中國的賄賂 這是國際的 而是一貫反對中國 蓬佩奧說過一句話嗎 嗯 對不對 那佩洛西家族從中國投資受益 他說過一句話嗎 嗯 那麼 他民主黨幹了這麼多 當然 這個 作為黨派之間的一個界限 拜登取消了川普對中國的很多制裁 他確實他發表了一些反對意見 但是民主黨幹了這麼多幫助中國坑害美國的事情 相比這些事情 佩婆訪台 根本不值得一提 而蓬佩奧卻激動萬賠 所以為什麼我們提不下 佩公你激動個啥 嗯 對不對 他激動的都不在點上 對吧 拿這事大做文章 你想他的境界是在哪兒 你能看出這個人來 對不對 對 對 而且相比之下你看大選舞弊 他都沒有表過態好像 還有就是1月6號的愛國者 有這麼多愛國者現在被迫害還關押起來 我認為完全是非法關押的 因為都沒有審訊 他卻什麼話都不說 那以前呢我記得我自己也會替他這麼想 就是說可能他的個性比較深沉一點 而且聽Q還說他可能背後在做很多實打實的事情 要去做很多好事 他嘴巴不說 對不起我忍不住插一句 你說的太對了 就這個Q為什麼說的根本不靠譜的一毛論 當時還說蓬佩奧要怎麼怎麼樣 說的有爹的有眼 對 所以你說當時我們反對Q 我就想起這個細心小寶來了 你說這種爛人開始支持郭文貴被打臉 又支持Q 現在竟然那麼多人信他的 我說這個華人真的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沒救 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所以現在配合堂堂正正的美國基督徒 簡直是絕配 OK 所以我再說 我們以前我也一廂情願的 曾經以為他可能是一個很深沉的人 嘴巴不說 可能有在做一些什麼事情 但是這一次佩羅西要去訪問台灣 他卻馬上蹦出來表現得那麼興奮 You go I go You jump I jump 那麼就沒有哪裡是什麼深沉 就一點都不是深沉 而是隔絕其低 毫無擔當 毫無勇氣 所以這就是他的真實的色彩 所以他我現在終於認清楚 他真的也是一個堂堂正正的基督徒 而且他的境界就跟民運 你所說的民道們 還有甚至是跟以滅共為天將大任的法輪功 法輪功 是同等 同等眼界 同等格局 就這麼一個貨色 而有人居然 很多人居然認為他比川普更適合做總統 因為他深沉 因為他是主日學老師 他是基督徒 對 而且是堂堂正正的基督徒 所以我們看到他現在是這樣子的一個人 那所以我就想起前面 Matt Gates 不是提到彭斯的一句話嗎 這句話也很適合龐佩奧 就是說 A nice guy Not a leader Well 就是這樣 是個好人 但不是領袖 對吧 對 說得太對了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 你現在想來想去 真正讓中共害怕的 讓美國偉大的 只有川普總統 對 你想想他真的是 他知道什麼能讓美國衰敗 什麼能讓中國強大 是不是這樣 你看他這四年 頂著這麼多壓力 在背後彈劾他 又去調查他 折騰他 他幹什麼 你看 一個公平貿易談判 對吧 加關稅 首先讓中國迫使中國不得不接受 或者是公平貿易 要不然你就得付高昂關稅 或者是什麼呢 把西方的很多名牌的生產制造業 逼出了中國 甚至包括三星 對吧 什麼日本的好多品牌 那美國也有 還有呢 他通過這種 在美國國內 減關稅的策略 把那些 像Apple什麼的吸引的 吸引的回來到美國 這是他第一招 就是用公平貿易 用加關稅 來逼中國就範 第二招 他切斷了中國盜竊技術的途徑 也切斷了華爾街 給他資本輸去的來源 正在切斷 或者是努力去的 也見了很多效果 所以呢 他幾招下來 你看 外企紛紛離開中國 甚至中國很多製造業 中國自己的製造業 都拼命到東南亞開廠去 他怕被阻在裡邊 賣不動了 所以當時中國政府 叫鼓連天 你看著劉鶴來了 跟一個三孫子一樣 到這來滴散下氣的 跟川普這樣 那這個 什麼人讓中國這邊 真正造成了打擊 而且不動一兵一卒 只有川普總統 對 而且你看到中國 其實是不堪一擊的 只要美國能夠成為美國 中國根本就不是對手 只是在美國內部在折騰 才使到中國可以有機會 來做盡這些壞事情 所以如果川普真的能夠連任的話 整個世界的格局 美國的形勢是完全完全不一樣的 那所以呢 共產黨其實真的是拿川普沒有辦法 很可惜 美國內部的敵人 卻可以利用政府的權利 甚至是利用法律的工具 利用這些體制來作惡 通過選舉舞弊來把川普做掉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惜又可惡 所以你看 雨菱我們反覆強調 美國愛國者 傳統美國的最大的敵人 是美國內部的左派 對 那麼川普總統也是一直這麼講 這是真的 美國真正的敵人 在內部 如果內部要沒有這些壞人的話 沒有這些敵人的話 根本中國這邊就沒有辦法實現它的目的 如果沒有美國內部的敵人的話 那麼也不可能這個美 就現在把川普這種大權舞弊的事情幹出來 這種事情 美國沒有內部敵人 中國共產黨怎麼幹 它也是幹不來的 對 中國共產黨當然是非常邪惡 當然是它是亡美之心不死 問題是它沒有實力 它沒有這個能力 除非美國的內部在那裡折騰 在那裡做壞事 那才會讓共產黨中共 中共有這樣子的機會來滲透進來 唉呀 所以呢 我們確實在美國真的需要勇者 那像川普這樣的勇者 其實勇者是不需要很多 是很少的 所以有川普這樣的一個人 真的是千載難逢 也不可能有很多 但是呢 平勇者 nice guy 就像Matt Gates口裡面說的 nice guy 那是很多很多啊 這些堂堂正正的基督徒 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很多很多 可是即使你有一千有一萬有一百萬 這些人都是沒有用的 real leader才是真正我們所需要的 而且是千載難逢 所以繼續一定要支持川普 他是一個real leader 說到這裡我們也就差不多了 我覺得最後呢 還是回到我們老的口號 防火防盜防左派 挺川挺美挺自由 Amen 太棒了 做一個劇透 我們在本週五 就是後天我和雨林繼續講 川普和Ron DeSantis 佛羅里亞州長 我們應該選誰 如果2024開選的話 我們講這個話題 歡迎大家呢來參與 那雨林今天我們是不是就到這裡 好的 也謝謝大家陪我們 又是一個半小時 超過一個半小時了 可能我們今天可以分開把節目 那大家如果要轉發 單單台灣這一段 就可以單單轉發 台灣這一段給大家 我們可以發兩個節目 對的 對對對 好的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歡迎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我是雨林 我在新加坡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張詢 我在美國芝加哥 這裡是巡經文證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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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